百万大军走上香港街头 抗议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引渡中国恶法 发起反送中大游行 港人怒吼 国际间讨论热烈 台湾身为邻近国家也高度关心 政治人物更是强表态 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失败的 这也是我为什么当初 立劝韩市长不要进中联办的原因 我们必须坚持中华民国 自由民主的制度 台湾绝对不可能变成香港 因为一国两制 我们这边从来没有变成选项 更没有市场 小竹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朱两人表明 一定要坚持台湾民主自由机制 台北市长克文哲则表示 不需要对中国恶言相向 不用刻意去跟他恶言相向 但是行不行 需要讲吗大家都晓得 至于民进党总统蔡英文 脸书连发两篇文章谈反送中 受访时更强调 一国两制绝对不能接受 一旦接受了一国两制 我们的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权利 跟未来的选择的权利 都将受别人来宰治 我在这里要来谴责中国的暴血 不仅仅前置香港的沿用自由 也剥夺了香港的集会结社的自由 即使面对总统初选 政治人物口水战不断 但捍卫国家主权 倒是难得口径一掷 华语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